我们利用那个问题05的范例好了 问题05这个范例 我们来看问题05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呢 当然假设一般的资料也许在外部 我们现在是已经拿到这边来了 那假如说我们今天 希望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一般是清掉了 也许它资料来源是从资料库 里面没有了 也许我们把它清除掉 那我希望这个问题05里面的资料 可能是从一个资料库里面来 那当然这个资料库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概就是这边有个demo 就是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前面有讲过就是 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空白的资料库 叫问题05.accdb建立 然后利用那个外部资料 把它汇入的方式 把它汇入进来之后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assess资料库 也就是说呢 把资料先放在assess 那这个档案 我也把它放在我们的问题06里面 这个资料查询 这个资料查询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05的 accdb的这个资料库 那请各位就是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之后 也许我把它放在桌面上吧 我把它搬到桌面上 假如说我现在的资料库 放桌面上 那我的问题05那个范例 e-sale也放在这里 把它放在一起 那我等一下的资料来源 就是怎么样 从assess里面 去把资料捞到e-sale 这个应该用到的几率其实还蛮大的 那有什么方式 其实我这边提供给各位两个比较 我是觉得比较简便的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那个内部的一个方式 资料里面有个从 有没有 assess对不对 assess的话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告诉它在桌面上 这个可以找到 ok 然后可以把它开起来 这个当然可以从汇入 我这边有一个画面 当然你可以把假如说将来你这个部分呢 你希望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流 就是说按下按钮 自动自动化的流程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那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他汇入资料的时候 会问你说是哪一种方法 那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可以选择表格 内容的时候 这边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seql 因为刚刚有同学问说那个seql 实际上 只要跟资料库有关的话 我都建议你用那个seql的方式去连接 为什么 因为几乎都通用 不管它是assess也好 或者是其他oloco 买seql 其实都ok 那这边的话 这个功能 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 最后把它录下来 这个选择问题05 开起来 他这个时候会问你说 你这个是用什么方式吗 表格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的话 内容你会发现呢 这边呢 你可以使用那个 定义 记得我是把它切到定义 定义的话呢 当然你这边可以 命令的方式啊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改成seql ok 这个地方改成seql 那以后啊 基本上啊 反正未来也许不是一定assess 你可能是其他资料也都通用 那只差别是把这个命令语言 改成用seql语法 那seql语法 如果说你要把资料全部查回来 基本上select所有栏位